秦娜词 electron 作词 童谘 刘韵 微不舍爱与自由 穿过荆棘越过几重高楼 千残或尽谁余游 远离尽世时跌宕为天下苍生 忍不起最初的天真 誓言莫敌深深刺心天地可真 越黑暗中越多无辱星辰 远走过命运浮沉偏向阳而生 年华已顺年作永恒 千路漫漫心中有不灭的歌 有一人在迟迟的梦 有一人会将梦完整 真的喜欢上了 是 喜欢上了 但是 我不能喜欢她 为什么呀 老师 您知道的 弟子这一路 区区折折 坎坎坷坷 不知吃过了多少苦 卖过了多少卡 才行至今日 我真的很怕 我怕我自己 因为喜欢上了帝王殿下 就前功尽弃 自绝后路 我也是是看着你长大的 自然要比任何人都了解 你这一路的千难万苦 但有一点 你要明白 女子爱一个人 而放弃自我 那是世道的错 不是你的错 老师言之有理 只是 弟子现在 还无力改变现状 我就把对她的情谊 都埋在心底吧 因为弟子 还要再继续往前走呢 老师 那我 要走了 您还有什么话 要跟我说的吗 该说的都说了 走吧 这次一走 我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见你 你要是不开心了 就去定金找我 我一定好好孝敬你 你好好做官 就是孝敬我了 好 好 朱华 我有几句话 想跟伤先生说 那我走了 走吧 去吧 去吧 巧了 我这儿 也有两句话 想对王爷说 先生请讲 我能看出来 你和小七的关系匪浅 他改籍 你应该知道吧 他并没有瞒着我 小七改籍 实属无奈 女子为官 处处是智固 她的身份有意 更如 你传毒贺 这一点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恕我酒后乱言 你对小七不一样 这种不一样 对于别人 那是幸运 对于小七 也许更多的是智固 我这话的意思 能明白吧 先生先生提醒 我 我知道 他心中有日云 而我 会替他 波云见日 不会让他因我 而停滞不前 流言 行将旧目 他 自生能遇见他 便已经是我的姓氏 绝不会 有更多的奢望 行啊 你能这么说 我也就放心了 小七这丫头 能遇上你 也是她的姓氏 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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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刚才 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你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是我先问您的 那 你要是不说的话 我也不说 好 好 渺水一闻倒影越而远 轻轻洒落你美颜 心狠如海 眼底如烟上雪 我同眼已经绕了直圈 都跑向风浸泡这瞬间 有空徒走 情寒去 这绵延 你如花园 绵延我的岁月 流远 外面千叶 提不过相伴路远 你如花园 别别生过天上 冬圈 与你相随 静待落 静怨云烟 情网 高楼能与谁并肩 碧梁香情 远更远 千帆过境 再看这 尘世间 一起烛火 王爷 你回来吧 有什么事吗 没事 王爷和穆大人 继续散步吧 时辰不早了 王爷 早点休息 快支福 卡 当然 可是 王爷 赶紧 我 看手 谁 看年 好 小心 有ucfy 你可去 psychology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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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这是我们准备的礼物 您就收下吧 对啊 公主 这是我们的小心意 您收下吧 黄姐 你就收下吧 他们也是一片心意 对啊 您就收下吧 您收下吧 大皇帝千万别放在心上 他们只是 黄姐亲自为鸡兵施舟 他们敢爱戴德 也是人之常觉 我不过是世界米粮罢了 你与卓华才是为赈灾 连日奔波煞费苦心的人 我当真受之于贪 黄姐 何处准 你我皆是为不为了 穆大人 看到百姓如此 穆大人很开心的 永定仙的百姓 能够顺利度过灾情 贪赃枉法的庄文峰 被捉拿了 还有什么 比这更欣慰的 永定仙 如今不如正人 的确是喜事一串 只不过 沈轩想说什么 之前 大殿下吩咐下官 去查这个庄文峰的底细 你猜 他是如何得到这个官的 沈兄就别卖官子了 他是御史终成 庄自贤的侄子 父亲呢 曾是封疆大吏 其父此后 他蒙恩义得到这个官 虽自制弩断 却也谋得了一个好差事 所以只怕 庄文峰落网 不是个结束 而是个开始 庄文峰 无妨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更何况 有史 面有终 穆大人 言之有礼 瓦儿 都已被押放京城了 你这个废物 我要你干什么呀 瓦儿 要是有什么不测 你这个贱人 我告诉你 你就等着陪葬吧你 婆婆息怒 婆婆息怒 虽然但慕浊华 踏上了帝国 大人心有她的把柄啊 就凭你 婆婆 这慕浊华 可是咱们庄家的陶妾 之前还换过耕铁的 如此品行不端 自配为官 凭什么 凭什么她能得偿溯月 偿失七人 令我套不欲生 我 我爹要让她 付出代价 你要 怎么做 我要去定基 敲登文谷 我要更木桌花 举丽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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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回来了 我想死你了 我也想你 都是我不好 以后啊 我不会再把你自己 留在家里这么久了 小姐 这个是 这是阿娘的骨灰 我带回来了 三姨娘 小姐终于把您 给接回来了 以后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家了 我们的日子 会越来越好的 肯定的 咱们的日子 必须越来越好 小姐 那你太累了 赶快进去休息吧 我去搬行李 好 去吧 我去 阿娘 你看见了吗 你回家了 你回家了 羽儿带你回家了 你回家了 你回家了 小七啊 这里就是阿娘的家 你看这棵杏树 好看吗 春有杏花 满枝头 下有红杏 坠树梢 不哭 我早前 就让人选好了入葬的吉时 也点了一处 风水极佳的墓穴 明天 我陪你一起暗葬你母亲 多谢王爷 阿娘 阿娘 被困在穆家这个四方天地里 困了大半生 他一直想挣脱命运 可最后 纵然拿命去还 也未能逃脱 如今 是你这个女儿 帮他战胜了命运 阿娘 你说的是对的 你说女儿家读书 一定就会有出错 迟墨 真的是你 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你走的时候怎么不说一声啊 对了 你到底去哪儿了 你吃东西了吗 你没受伤吗 没来得及说 去了江南 还没吃 没伤 还好前夕前移的回来了 还好前夕前移的回来了 又好吃的 对了 你也吃一个 好吃吗 好吃 你不是不爱吃甜的吗 正好小姐跟帝王殿下和好了 要不然我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猪蹄了 再尝尝鸡吃 嗯 愁你那点出息 几口吃食就把你给收买了 小姐你还说我呢 你不也是吗 几口吃食 就留在隔壁用饭了 亏我还做了这么多好吃的等你 丁文殿下 他救了我的命 让我陪他吃顿饭 我总不好拒绝啊 小姐你受伤了 你伤得这么多啊 我没事 不用担心 倒是王爷 他为了救我 受了很重的伤呢 嗯 吓我一跳 慢点吃 嗯 对张小姐 嗯 我觉得帝王殿下 他是太狡默了吧 还是之前 那江南救你受了伤 现在他还在定睛被人告了状 被告状 嗯 是什么意思啊 我也不太懂 是直默跟我说的 嗯 说他好像是私自离开定睛了 好多人去陛下那儿告他的状呢 因为他私自离开定睛 嗯 被弹劾了 对对对 直播出来就是这个词 这帮长蛇工 真是吃饱了撑的 就他们有嘴啊 明天一大早 我就要去见陛下 辩得是非屈指 微臣参见陛下 免礼 谢陛下 莫爱卿特意求见朕所为何事啊 微臣知道陛下日理万机 本不应该烦扰陛下 但是微臣听闻一事 心中颇为不平 这才斗胆求见 何事不平 微臣听闻 今日 因为定王离京一事 弹劾不断 甚至有人诋毁他 自视功高 骄横跋扈 目无尊上 还真像你说的 大差不差 那爱卿有何见解啊 臣认为 这些奏折写的是 一派胡言 何出此言 陛下与定王 是血浓于水的亲兄弟 陛下难道 不比其他人更加了解定王的为人吗 对君上 他一片赤诚 披肝力胆 对子侄 他全心爱护 用心教导 哪怕是对下属 他也是宽言相计 率先垂犯 陛下一向对定王 都是赞许有加 可这些人却大放厥词 自理行间 都在挑拨 您和定王殿下的骨肉亲情 那爱卿以为 这些人 一语何途 棒他 匪他 不过是因为为他 拒他 还真如你所言 朕 身至定王的秉性为人 所以这些弹劾他的奏章 朕已经 全部挡回去了 陛下圣明 对 早知道 微臣 微臣 就 你有这份心 也实处难得 定王若是知道了 定然心怀甚畏 那陛下 微臣 告退 大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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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敲响了 登文谷 登文谷啊 受了多大的冤屈 竟干预承受三十亭杖雷纪谷 快瞧瞧 何人纪谷 有何冤情要素 是 你可是敲响登文谷 进宫面神前 要先受三十亭杖的 你也不知道 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什么 宁愿受三十亭杖 就是为了告我 他到底在做什么 穆大人 自江南回来 这休目都不得清闲啊 可现如今陛下传诏 穆大人 请吧 八小姐 他 他怎么可以倒打一盘啊 小姐 咱们可怎么办呀 什么怎么办 换官服 我要去大殿上 跟他对上一对 民夫 派见陛下 下跪何人 有何冤情要素 民夫永定些先令 庄文夫 知其牧师 民夫要状告一人 此人 贪赃枉法 纵奴行凶 且要了民 无可不做 庄文峰 庄子贤 陛下 此人和你什么关系 陛下 庄文峰 是微臣的侄儿 陛下 正如同牧师刚刚所说 微臣的这个侄儿 是无辜的 如今 牧师敲打登文鼓 也是为了 替夫申冤哪 牧师 如今你已在宣政殿上 在朕的面前 你可要好好说话 民夫知道 民夫今日拼了这条性命 就只要讨一个公道 民夫今日 所告之人 便是永定些县令 庄文峰 以及御史忠诚 庄自行 你 你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你 大胆 在陛下面前 谁敢放肆 牧师 庄文峰庄自贤 都是朝廷命官 你要告他们 可有证据 民夫要 这本仗策之上 记录了庄文峰 在永定些 协会收贿的记录 除此之外 抬沟大富山 放印子前 破家灭户 强占名铁 扎人放火 不不不不 陛下 庄文峰只是微臣的侄儿 微臣对此事毫无所知啊 微臣是冤枉的呀 这个仗策之上 还记录了庄文峰 为庄自贤 在永定下敛财之称 要不是帝王殿下 和牧他人 禀宫处置 民夫都无法将这本账本 弹出来 请陛下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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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 陛下 陛下 快点牧师去探医院 精心医治 是 来人 陛下 陛下 我 我冤枉啊 陛下 我 庄文峰庄自贤 贪赃妄法 收受贿赂 即日起 押入天牢交于刑部处理 择日问斩 府中助纣为虐者 斩立决 其余人等 赐配留放 庄文峰之期 被牧师 大义灭侵 赦无罪 赏银千两 终意排放一座 陛下 陛下 微臣冤枉啊 陛下 干什么 陛下 陛下 微臣冤枉啊 陛下 圣名 陛下 陛下 圣名 陛下 陛下 神爱请 大皇子曾跟朕说过 礼部主侍穆浊华 和户部郎中沈京洪 他二人一心为民请命 为国分忧 真是吃尽了哭头 礼部主侍穆浊华 忠君爱民 抚慰灾民 彻查贪腐有功 即日起 着为户部郎中 臣 穆浊华 叩谢陛下 至于沈京洪 你就去吏部吧 作为吏部郎中 臣沈京洪 叩谢陛下 令 柔家公主 依在震灾中救济灾民 立下大功 朕重重有赏 贺喜公主 罗贼告退 曼儿 把这些赏赐 换成米粮和物资 用在纪扇堂 需要的人身上 是 父皇要与儿臣 说什么 别人都得到了 那封赏 唯独漏了你 你心里 定有些不悦吧 儿臣 确实 有一点 臣儿 你没得到奖赏 是因为那些事 本就是你该做的 你眼里该装下的 不是那点封赏 而是千万百姓 父皇的教导 儿臣定然铭记一心 儿臣定然铭记一心 王爷 今日在大殿上 多谢你了 多谢你了 就当作 是你在皇上面前 替我辩白的回报吧 你 跟皇上讲的话 原来王爷 都知道了 不过 你升官 是靠着你自己的功绩 不是因为我 不过 不过我谢谢您 也不只是让我升官 还有 要感谢您 没有让我八妹再被打 王爷 八妹现在在养伤 我能不能 再去见她一面 在我这儿 你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 但是 你跟穆八妹 是不是事先传统好的 你俩到底是姐妹 八妹 她也是个聪明人 一千个人就想让我为你卖命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你要是能得到 比三千罐更多的东西呢 什么意思 高枕无忧的后半生 你还有这个能力 我是没有 当今圣上有 你是说 你是说 好 我答应你 王爷 您会不会怪我 没有把这个事情告诉你啊 你不用事事都告诉我 你有你的自由 多谢王爷教诲 下官定当 客进职守 不负皇恩 你是 尚书省的官员 本王 自然要嘱咐你两句 今后若有疑惑 你可随时来问本王 嗯 知道了 对吗 我这个要是 这个药可以缓解疼痛 所以 为什么要帮我 我帮你了吗 你不告我 我便不可能上大殿 我不上大殿 怎么会得到陛下的嘉奖呢 你说你是不是傻 你把账本直接交给刑部就好了 为何还非要去敲灯文谷啊 我若不这样 我如何能灭生 如此也好 陛下赏了你白银千两 一座江南的府邸 还有一座忠义牌坊 由此牌坊护身 今后 便不会有人再敢欺负你 真的吗 你好 今后 你就不需要再依靠他人过祸了 今日别后 望你安好 怎么了 我有个事一直没有告诉你 什么事啊 小时候我养了一只狮子猫 它又白又软的 还是可爱 我很喜欢 可是你也知道 父亲只要一碰到猫 就踢了横流的 所以幕府上下 从来没有人养猫 我来不知道是谁 告发了猫的事 父亲大发雷霆 我怕得要死 然后呢 然后 然后姨娘说 让下人把猫弄死 我不让 后来又说 必须得扔了 我抱着它 哭了好久好久 最后 最后把它 放在了你的院子里 那猫果然是你放的 你知道 那猫一看就 白白净净的 定是人精心养着的 肯定不是野猫 可是因为这个 你差点被父亲 赶出家门 你也不否认 也对 我就是猜着 你不会否认 所以我才选择 把猫放在你那儿 你不要觉得 我是认为你善良 我觉得你傻 傻得彻底 我不跟你计较 是因为我知道 你也想留那猫一命 可不是我好欺负啊 那猫 后来怎么样了 我看你 也没养在身边啊 送给我师父养了 那么麻烦 我又没有那么喜欢猫 我这就好 我看你才是傻 那猫早就受众正寝了 我不傻 你才傻 七姐姐 谢谢你啊 爷爷的农场 真真真真真真过年 宝宝过年 就现爷爷的农场 要您观看灼灼风流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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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